請啦 各位不好意思我小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了 你等什麼 請啦 聲音管掉 啊 住下 啊 各位 各位不好意思我小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了 你等刺激 喂 喂 為什麼 誰啊 好 啊你說我老婆沒身材 她也沒有沒身材 我愛這個女孩子 她就是最漂亮的女孩子 我不會因為賺再多的錢 我就拋棄 我會把你顧好 我當初怎麼答應你 我就怎麼做 這叫承諾 這叫責任 說我老婆不漂亮啦 長得像誰 蕭敬騰喔 蛤 說我老婆沒有兇啊 什麼怎樣啊 然後第三個 比較嚴重的這個東西 說我老婆帶一個脫油皮 在我們愛的時候 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她是全世界最名的女人 在我們 在我的世界裡面 我愛這個女孩子 她就是最漂亮的女孩子 她就是我認為 最適合我的女孩子 很多女孩子 漂亮 但是相處下去 不一樣 我講一句實在話 我老婆真的很漂亮 她今天會這麼憔悴 女人就像一朵花 她非常漂亮 她為了男人 尤其在生產的時候 我老婆是 我15年的時候 我老婆已經33歲 那她為了顧小孩 大家都知道顧小孩有多累 還有生小孩之後 產後嘛 身體的復健復原都很差 因為你把精華 通通給小孩子 然後呢 你要照顧小孩子吃啊 睡啊 你知道嗎 我老婆整天不吃飯 她是瘦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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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一直瘦下來 瘦得我 我在外面最忙的時候 誰在家裡面 是你老婆在家裡面 小孩子最鬧的時候 是誰在家裡面 是老婆在家裡面 小孩子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 是誰在陪著她 你知道我在陪著她 我老婆以前是漂亮的 那你說我老婆沒身材 她也沒有沒身材 我真不知道你們怎麼看的 說實在話我老婆 又漂亮身材又好 人又高 從還沒交往啦 我就知道她有小孩 一直到我們交往 如果你是個男人 如果你愛這個女人 你不用在乎她以前 因為她以前也許 跟得不對的人嘛 女孩子真的很可憐 這瘦的話 不知道贏什麼是輸 跟男孩子不一樣 我們是有能力的人嘛 哪怕是 生三個我都敢養 不要說生一個 生兩三個我都敢養 多好啊 等我們老的時候 才熱鬧嘛 她說你媽媽怎麼了 單親的小孩怎麼了 我就是單親的小孩 我從常被霸凌 造成我今天這份成就 每一次公司又發展 又開一些新款 我回家抱著我老婆 我都跟她講 你老公又往前進一步了 你老公答應的事情 從來沒有實驗過 我一定會讓你過好日子 我跟她講說放心 我不會因為賺再多的錢 我就拋棄你 我會把你顧好 我當初怎麼答應你 我就怎麼做 這要承諾 這要責任 什麼叫婆婆平 什麼叫不漂亮 這些都不在我的考量之中 替我們生小孩 多偉大啊 替我們照顧小孩 多辛苦啊 我們男人 在在外面這麼漂白 這麼大的光環 我可以找多少女生 但是我答應過我老婆 不離不棄 我答應過我給她最好的 我老婆電話打過來說 小孩現在在急診室 我兩隻腳都斷掉 我昨天看著我兒子 他在那邊哭 我說 爸爸可以幫你痛喔 如果我可以幫你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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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小孩子 不知道為什麼了 昨天 我在做直播差不多12點多 大家都陪著我 很多人都在 直播當中就在看 然後我就跑了 因為我現在要聽話什麼 我老婆電話打過來說 小孩現在在急診室 我講什麼兩隻腳都斷掉 我當然是 馬上就關嘛 就衝去長根 他講的情形 是說 籃球場嘛 他們在旁邊玩嘛 小孩子沒牽嘛 小孩子衝過去嘛 那剛好對方好像球 往場外丟 他要去撿球 救球啦 打過籃球都知道 救球嘛 所以那個人剛好也衝出來 要救球 小孩子剛好衝過去 然後就跳起來嘛 不是在籃球場裡面 在籃球場旁邊一點點 那個人出來救球 小孩子剛好進去 然後就這樣跳起來 往阿橋踩下去 就斷掉了 我這樣講好了啦 我這樣講好了啦 小孩子都是 父母親東東的一塊肉 阿你說我會不會難過 怎麼不會難過 阿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唉 我說講話算是meme 對不對 小孩子就一直躺在那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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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覺得齁 啊 有沒有這些人齁 但是為人父母真的是有 小孩子在那邊阿 小孩子在那邊阿 我沒有辦法幫他分擔阿 我就是看著我兒子在那邊哭 我說 爸爸可以幫你痛喔 如果我可以幫你痛的話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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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說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要小孩會讓男人很軟弱 嘖 氣阿 又氣 啊 小孩子怎麼我披 不要變垃圾的時候 就說他是 台灣人阿 你看到這麼小 小孩腿斷在那裡 喔 真的是難過 阿 阿你只能難過而已阿 你也幫不了他 啊 又不是要 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都是大家不願意 那新聞下面的 你們這些人也不要再 猜測 那你很討厭我 你盡量罵我但拜託你不要罵我的小孩 我小孩是乾乾淨淨 是一個新生四歲多的什麼都不懂的小孩